普里镇中校路及中正路路口设置人形庇护岛后 陈宜君议员在上星期执行前往勘察 发现行人动线耗制等问题 日前邀请县府交通管理所到现场会刊 针对民众需求规划改善 提供民众更好的用路环境 因为这附近很多的饮料店家 他们其实也需要卸货 所以我们特别拜托我们的正公所 就在我们的中正路旁边这边 一定要找一个最近的卸货区 让这些饮料店他们卸货的时候 能够有地方可以停等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也发现在这里有太多的红绿灯 那行人要穿越的时候会眼花缭乱 也不知道看哪一个 所以我们也请县府的教管所 这边要来设置小绿人 那并且要有他的这个秒数 让大家在行穿的时候 会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 然后会比较安全 陈怡君议员表示 在多次会刊中 相关权责单位一再地强调 人行庇护岛不能停车以及通行 因此他也提醒民众 遵守法规避免荷包失险 也保护行人的安全 这个行人庇护岛 我们希望避免汽车机车在这里穿越 所以我们也会在另外这一边 靠近85度C这边 我们会设一个10吨起来 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波道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汽机车就是不能够上来 好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行人庇护岛绝对不能够在这里停车 那一旦被发现呢 就是会被开发 副一长排权表示 因为中央的规定 南投县许多的乡镇市 陆续规划人行庇护空间 提醒相关权责单位 针对民众需求妥善规划 避免政府的美意 造成民怨得不偿失 记者村伟一 普立镇采访报道